接下来是影片的这个清单好了以后 我们想要把它共用给其他人 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右上角一个共用 点下去之后这些设定 各位怎么设 像你今天要把这个影片 这个连结要给人家看 所以你可以改这个变更 把它变成说知道所有使用 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都可以检视 给他设定这个权限 或者是你这边有不同的权限可以去设定 那我们按下储存 按下储存以后你就有这串网址 这串网址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了